15号直播间 点击直播间右下方热议 带话题发表观赛评论 瓜分千元QB 投稿KPO激励计划话题活动 还有几份瓜分30万现金大奖 快来参与吧 无障碍观赛功能升级 字幕首语两种选择 云音形象优化 前往游戏内赛专区及王者营地 即可切换无障碍频道 云音带你看直播 Fly马超无双飞降 FMVP定制皮肤现已上线 首周仅售962点券 FMVP皮肤礼包同步上架 飞降家组一次入手 那这场比赛呢 就是我们火爆在取得 临时席位之后 在KPO的一个首秀了 对 非常的期待 而且我们回顾了一下 前辈的战绩 对主要 MTG XYG 我们对火爆期待 就是来自于他们前辈 在B组的这个战绩 乱杀 是 对而且杀穿之后 都是能来到S组 甚至和S组的人碰一碰 对我们看一下MTG赛 第一个赛季来到了 KPO的时候 是在B组取得 一个5-0的一个战绩 而XYG来到了 KPO也是展现出了 一个统治力 然后直接是连跳三级 是来到来自组 而且现在一直留在S组 是的 所以说 对于火爆的期待 就已经拉满了 对 不过他们有个区别 是 因为他们大换血了嘛 他们相当于用了 杭州LGD大额的班底 来打造 用了老杠天大额 他们的一个二队 他并不像XYG和MTG 升上来的时候 是沿用他们K甲的 一个冠军班底 对 但是火爆实际上 他这套手法 也是非常强力的 像剑心 像林冉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实际上这两个人的操作 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也是杭州LGD大额 不可或之前 不可或许的一个节奏点 而18的话 在这个中间休赛期的一个平台赛 展现出的实力是非同反响的 因为他是一名战射双修的选手 对 亨酱对18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对 我们这几天在聊这个比赛的时候 亨酱一直就说 让我们期待一下18的一个表现 对 而苏州KSG的话 是通过了三个赛季的一个 慢慢的调整 也是达成了现在的这么一套首发阵容 对 大家看到 阿泽是已经转会来到苏州KSG了 他们关于刚刚亨酱说的这个 我们可以详细的来给大家拆分一下 苏州KSG从秋季赛 从去年的秋季赛开始的一个成见之路 他们刚开始是引入了小九 小九 然后在上个赛季的话 又是引入了波罗 然后在这个赛季的话 和晚星 然后这个赛季的话 又是加入了阿泽 而且我们看到首发名单 并没有晚星首发 而是由上个赛季的射手位 是转到了打野位 对 然后在小九确立为 剑队核心之后 他们在游走位上面 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 让暴风瑞也转过游走 现在又是让小A转一个游走 然后让一曲是固定在了中路位置上面 是的 是的 就他们对于每个位置 都是有去精雕细琢的 说到对抗路这个点 刚刚刚刚提到的那些 包括上个赛季 他们也追逐过坦然 对 但是确实没有追逐到 但我认为波罗也好 阿泽也好 这两盟选手 都是非常优秀的编路选手了 对 但是我觉得 不管你怎么变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上他们的剑队核心 一直是 一直是他们秋季赛引入的小九 是 所以小九的关注 又提到了18的期待 是 那这两名 射手的一个对线 就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了 对的 所以两位怎么看待说 如今火爆 他其实也是大换血了 那对于他的话 我们应该有哪些期待呢 或者他这套阵容怎么去看待 对 我觉得首先 对于火爆 他们这套阵容 感觉整体来讲 因为他们三个人 林染 十八和 剑心 三个人之间是在 杭州老干年大俄 是一直在做一个训练的 他们的魔后度是很高的 而且我之前看他们比赛 有看他们比赛上 林染和剑心这两个人 是一个队伍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奏点 所以说 他们应该还是去 主要去打一个上半区的 而十八的对线能力 和团阅能力 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跟祝芬这边的关联 可能要相反一点 我对火爆的一个期待 可能就并没有 像之前MTG XYG那么高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B组 会过得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赛季的B组 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就是那么弱 这个赛季他们都是在变强 尤其是苏州KSG 我觉得苏州KSG 是目前为止 应该是B组 最有机会 第一个冲出来的队伍 阵容非常的完备 对吧 阵容非常的完备 而且它是一个 比较良性的转会 一直一直是做的 一步一步的做一个推进 而且剩下对手 除了KSG之外 还有九折归来 南京退入九进 他们的一个中辅的能力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包括可能大家最近 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 上海一滴节目训练赛 又乱杀了 是的 大家给我们通过 非常多的信息 不过还是要回归到 这场比赛 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 对于苏州KSG 这套班底的一个了解 小九这个点的话 其实它之前有登上过场 然后它当时还拿到过一个四杀 在赛场上的话 它之前就有一个不俗的表现了 虽然说是发育度的选手 而且它当时用的是 马超在赛场上拿到四杀 也是用实力去证明了自己 也希望这个赛季 它还能有四杀 或者是五杀 这种比较亮眼的表现 用强悍的操控 去征服我们的每一位观众 不得不提到的是 IQOO将助力选手的精彩发挥 IQOO强悍五杀活动同步开启 只要有选手完成五杀 在IQOO的官方微博 就会抽取五台KPL官方比赛用机 奖品等你来拿哦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像我们刚才的那场比赛 已经诞生了两个四杀了 而在上个赛季 春季赛的第一天 我们也是见证了蓝的一个五杀 所以说今天 感觉还是很有机会 是诞生一个五杀的 而且两个射手 说真的都是战士的双修 而且又是非常亮眼 真的很有机会 对 而且我觉得两位刚刚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赛季的B组 不是那么好过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 夏季赛 首届夏季赛 而且还会决定着 我们的杯赛的名额 对 而且大家可能在 刚才那一场的赛家评论期 如果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今年的B组 六支队伍 全部没有事惯积分 对 所以说意味着 如果他们在赛季结束 依然呆在B组 那么你后面比赛就没有了 没有你什么事了 对 他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冲出B组 然后进入季后赛 进入季后赛之后 把上面有积分的队伍给拉下来 对 尤其像MTG MTG他这赛季打不了 他就只有一分 对你进季后赛就能把他拉下来了 对 所以说对于这些队伍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的 而且我们还讲到说 事关他的那个规则 就是他是 你如果积分拿得越多 你是有机会拿到复活甲的 是的 对吧 选拔赛第一轮 B组7哪怕我输掉了 我第二轮去打B组1 那我也还有机会 十进4嘛 那我机会还是摆在那里的 对 所以对于我们B组的队伍来讲 更是迫在眉睫的 你只有积分拿得更多 你打正赛的资格 包括你拿到这个预选赛名额 你要不然就是直接下季赛夺冠 对 对 这个大线也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实际上第一轮是非常 对所有队伍来讲 你想往上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B升A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A升S经常会出现不适应 但B升A的话 你不用打卡A赛上去之后 实际上对你的队伍的一个状态的调整 是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激励 是的 苏月诗非常期待这场比赛了 前方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姐说席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李宗 大家好 我是瓶子 这场比赛 评论老师下了很久 这场比赛 因为是K甲的第三个获得我们临时席位的战队的首秀火爆 很厉害 但是火爆在来到了我们KPL之后呢 评论系也聊到了 就是人都换了很多了 对吧 换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他们里面的人啊 有很多都是我们的老面孔了 比如说健兴啊 都是老干爹大鹅的人 是 对吧 通过了转会期 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人员补强 是的 当然有一个是输出KSG 这个队伍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战队啊 他可能在一个赛季的毫值几千万 然后满很多很多的人 要么就想一步到位 对 要么一步到位 但是快手不一样 他一直在努力 循序渐进 对 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终于现在小九也来了 在其他各个位置上 包括边路也普拉泽 他们历经了很多个赛季 没错 也许KSG的成绩一直以来 不能算是最顶尖的 但是他们在自己追求好成绩 追求冠军的这个路上的态度 绝对值得肯定 绝对是在联盟里面最优秀的态度之一 给大家讲讲 二一秋 二一春地赛啊 他们综合进行的补强 买了小九 小秋补强的下车双人组 包括他们的指挥 包括等各方面 然后到了二一秋 他们补强的双边 第二次 然后到了二春 他们增补了一个指挥 第三次 然后到了我们这一届二的夏季赛 他们阿泽的加入 没错 然后再加上小九的回归 对 而且同时的话 他们其实在刚刚改名的那个时候 其实当时就有想 这个立马补强的 但是当时因为这些原因 也没有特别的成功 是的 他们加起来有将近四到五次的努力补强 没有说因为自己的成绩 OK 我去这个放弃这方面的东西 他没有 一直都在努力 所以他们的 我认为快速的管理层 包括他们的赛军组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很多观众 粉丝们其实一直在 非常坚定的支持他们 就是有时候吧 成绩是一码是 它重要吗 它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 他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 取决于他未来的走势 没错 它会让你觉得 OK 这个队伍很值得期待 你值得肯定 但是火爆 火爆这个赛季 来到这里 他前面的两位前辈 在第一届 进到KPL的 取得的成绩 在第一阶段取得的成绩 都是非常好的 是的 一个是5-0 MTG 直接杀进A组 一个是4-1 XYZ 也杀进了A组 现在到了火爆身上 压力有点大的 其实压力有点大的 因为他们不是 之前自己那批人 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KPL很多观众 包括我们自己也在聊 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 也会说 我们其实我们不用拿火爆 跟KPL的现在的 这些固定席位的队伍去比 你一上来 我们肯定是要哪里 去跟XYG跟MTG去比的 这个就是很 我特别期待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一开始在想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去 把队伍进去转换 因为很多时候像MTG 像XYG刚来到KPL的时候 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什么 他不是说OK 我比现在KPL队伍 就是什么 战术力就有多深 不可能 说实话不可能 但是因为他们在一起打得久 他的默契度在那里 对 但是现在的火爆进行 那次重组之后 你不太好去预测 他后面的这个状况 插来这也是 全国大赛一起就这五个人 一直打到KPL 就是磨合都是非常完备的 没错 然后在教练组这一块 进行补强就可以了 然后在KZG这里 他是经历了一个赛季 一个赛季 一个赛季 一点一点补强 他没有选择一步到位 因为一步到位很伤 要么一步到位 要么一步到位 就是这两种情况 真的是这样的 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太有悬念了 你不知道你一下子 那么大投入什么效果 我们见过一步成功的 也见过一步失败的 但是像KZG这样 他慢慢来循序渐进 他到今年他算是真正一场的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鼓得差不多了吧 所以现在其实他们的教练组 你看 这些压力相对来讲会有些压力 只会也有了 小A他在这个赛季 转到了辅助的位置 是的 游走的位置 对吧 他的参团率在上个赛季 在中路是排名第一的 没错 他的节奏能力很强的 是的 所以他们当人员完备之后 接下来就考验你教练组了 能不能出东西 对吧 好了 那么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看一下双方的这种选择 小A站在了辅助的位 他的第一场 这玩意比较期待小9 小9 因为他现在对手 小9 18 29118 但是这个18听说很强 非常厉害 18是来自于杭州老外大鹅的轻讯 对 所以剑星跟他是非常熟的 然后还有凌染 他们原来是一起的 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位置吧 就是被迫 因为他很厉害 听说 但是小9个人能力也非常强 对 大乔一上来 在蓝色方 难道老干爹把这套东西带来了 不好说 现在大乔是必修客 是的 蒙田 世界那么大 马克 选了个蒙田 点了一手马克波罗 阿泽 有蒙田 要来打自己转回后的第一仗 对 因为在上个赛季阿泽英雄拿出来的整体胜率是在50%以下的 但是唯独他的蒙田12战10胜 阿泽一直是一个其实我不很欣赏的选手 还蛮期待他这赛季的表现 对 猪八戒 周瑜 蒙田打猪八戒也还好 还好 猪八戒打蒙田也还好 还好 都还好 就是周瑜要不要考虑出出数据烧这个蒙田 对 得过来到对抗路来压制一下子 菊又金 今天是白败的打野 上个赛季快手的婉欣 在交手的RNGN那场的菊又金是在上路一打三 但是白败呢 在上个赛季确实快手的发野路的位置 然后到了这个赛季做到了打野位 是的 所以快手他在这个赛季做出了最大的改动 我不认为是他能持续的补强 因为持续的补强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 而最大的改动是小A自己主动站出来说我要去辅助位 这个不容易 对 我要去辅助 没错 A少嘛 那是卡南A少嘛 中路的状元 对 然后白败 走到打野位置 就是他们有两个人员的换位 是的 我在想这个沈梦希是不是因为看到前面那场比赛 沈梦希打咒鱼那个效果给搬了 但完完之后放出来个东方太一 对 只有东方选出来 挺致命的 看他往哪打 但他如果是咬的话 你现在看前几个哪个都行 嗯 主板界其实也有点反东方 因为他配的是菊佑金嘛 对 表到人之后具备的足够的爆发能把他秒掉 是的 而且菊佑金打猪八戒也痛 老虎 雅加 老虎 现在大桥都是配这些 但这张好薄啊 嗯 特别是单前排啊 而且在面 单前排这个是没办法的 关键是你再选个老虎 一个偏半个射手的英雄 面对到对面有一个蒙田家一个东方的情况下 你正面的压力会不会有点大了 这把我认为是火包他想要把压力尽可能的往上路给 往上路给 对 往上路给 因为下楼选了个蒙亚在这里 然后他如果带个进化的话打马可波罗对线并不怕 这就是阿泽的首秀 火包送来的一份礼物 什么礼 上官晚耳 异曲的法刺啊 我给你表演个上路4打1 上路肯定要压这个蒙田啊 对 这场比赛万众主目 因为阿泽粉丝还是蛮多的 但是阿泽的话他的抗压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对 这个得说 所以是上个赛季整个赛季以来 他个人英雄池里面胜率最高的 一上来第一把就想帮助来到的新东家 为他拿到一个开门红 当然我没保留一丝可能性 因为火爆也有那么些可能性 万一他就往下路打 那往下路打不是不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毕竟你是一个东皇的有所谓加马可 没错 其实压你也是一样压的 我认为东皇不大可能会到马可之后来帮马可的 你帮也没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火爆他把战火引到了你下路来 就你不得不来帮他 没错 当你来帮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 菊佑金旁边没有个东皇 也没有办法开节奏 而且就主要是因为一旦周瑜下来的话 如果周瑜加大乔加萌亚这个组合 都不考虑老虎的问题 你下路其实很吃不消的 是 而且晚儿的协防速度其实比起周瑜来还是慢了一些 大乔要带治疗吗 改不改 我就在等他改 周瑜 周瑜选手原来是在MGL 某马相 也就是K甲的队伍 还不换 估计是锁了 这手治疗 我能够想象到的就是 保一手东皇的妖刃 咬到之后 抬一口 对 是吧 然后自己再出一个救赎 也不是不可以吧 我觉得人家这儿坐电梯的话 有口治疗也方便 提高一点容错率 对 我觉得作为一只 我只能理想 就可能新磨合的队伍 带治疗他会舒服一点 看他自己的想法 但一般来讲 不会这么选 不常见 而且对面是东皇阵容 如果你真的要是带一个干扰的话 你这不是帮对面东皇 快速地击杀自己人吗 这个确实是 见得少 见得少 我们看效果 看一看吧 应该就是稍微的反制一下 东皇 但是这赛季反正KSG 我们大家期待都比较高 就我们聊到的人 期待都比较高 对 看他们这赛季 能冲到什么位置 这种双方第一局比赛 蓝色帮火爆 红色帮苏州 KSG 我是李娇 我是瓶子 我们期后比赛 全军出击 刚刚评论席说了很多 尤其是对于积分这一块 事关积分这一块 长期在B组的队伍 它是没有积分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赛季 去获得积分 是的 你才能够有资格 去打这个选拔赛 因为它不像我们以往 大家熟悉的 这个春季赛 秋季赛 而且在赛前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赛季的世界冠军杯的奖金 非常的丰厚 总奖金1000万美金 真是 谁看着不想去打一打 只要你到正赛 你就保底 有25万美金 看得远啊 这波主动进到了野区 上去二斤拉一下 一个小卫一躲开 主要是你想 今年春季赛 连着夏季赛 你要夏季赛 就放假了 你下半年 对 哎呦太长 中间还有个挑杯嘛 但挑杯也需要很好的成绩 才能打 是的呀 所以B组的队伍 在这个赛季 要比去年的秋季赛 和今年的春季赛 压力更大 压力更大 挑杯是 冠亚直接进 然后三到六名 全关大赛的四强 和K甲的四强 共12只队伍 争6个淘汰赛的名额 是真正一场的挑战者杯 对 给更多的挑战者机会 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够走出B组 那你跟三到六名 也就没什么可谈的 这就像火爆线 能够杀到KPL来 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我们这几年 王主要的赛事体系 其实它的贯通性 做得越来越好 是 就会导致 其实现在不像 我们以前认为的 K甲跟KPL差距那么大 当真正的不同的赛 不同的比赛 像K甲 KPL 全国大赛 水平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其实KPL会越来越精彩 会越来越好看 会有越来越多 优秀的选手 没错 这也是向挑战者杯的 意义所在 这也是K甲和全国大赛 建立的初衷 没错 期待今年的挑杯 是 开龙 这条龙没办法管了 小A只能开一下视野 是的 因为大桥的存在 如果到四季之后 你就会发现 火爆了之后 你的转线效率更高 但是在这之前 伤攻玩先上天 主动动手一曲 拿下球 一血到手 这一血来的有点 云淡风轻啊 嗯 球这一波治疗 交了也没有用 不差那么点伤害 嗯 马可波罗在上路 蒙田在下路 有点舒服 对 这个一个换线 再加上伤光玩的 一血到手 第一条龙也拿到了 火爆 从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节奏 火爆有点 无从下手 刚来到KPL的第一届吧 红色方 请求暂停 嗯 第一届第一场 有点不适应 对 目前还处于一个 手伸的状态 就我们想的是 他可能要去 在上下路打压制 嗯 他在野区反了个红 这个绑 但是反完之后 好像有一点点迷茫 他反红那波 如果要是能够 影响一下马可波罗的状态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他想影响来着 他拉了一手 马可一个位一走掉了 对对对 这把如果没有看到的马可 是不是带了闪现什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闪现马可 比较比较秀的那种打法 嗯 就是他们现在整体能感觉到 偏稳 嗯 在火爆这里偏稳 对 因为网络环境波动 游戏暂停 技术人员正在调试 请稍事等待 好饭不怕玩 好饭不怕玩 对的 就正好 我觉得这个时间对火爆来讲挺好 嗯 他能想一想 想一想 因为第一场肯定有点紧张的 上关玩 第一波节奏已经起了 马上迎来的是东皇太一的第一波节奏 是的 对不对 而且红区刚刚刚被掌控 接下来的下一波 中线 周瑜如果抢不到 陪琴虎的接下来一波野区的节奏 依旧起不来 是的 然后下路蒙亚又被蒙田限制的很死 马可的发育还没有受到干扰 对 然后上路猪八戒遇到马可波罗 又被马可波罗压着打 然后就意味着你的猪八戒和老虎 这套组合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出 前期应有的强势器 就如果这么打 打到后面 老虎跟萌亚的强势器自然过渡 对 就很难打 那我现在所期待的就是 当大乔的这一波阵亡 他活了到四级之后 他的选择 火爆目前唯一的突破点就是大乔 这个大乔 他到底能够在四级的情况下 带来怎样的节奏改变 取决于火爆在中期 他到底能不能在这一局比赛站住脚 我觉得挺难的 真挺难的 因为这个对于一只新组建的队伍来讲 压力太大 因为他如果 他不是说我在一起配合很久 我对大乔这条体系唯有我的领悟 默契度不够 有时候感觉 这个得用时间来培养 不是天赋能解决的 马上到四了 东黄也快到四了 应该是一起到四 这个蓝打完 秋着大乔 顺利升到四级 但主动动手的是东黄 他一架马克波罗的一方啊 你看 是的 但老虎这波过来上攻完 直接踩脸下 取决进了二技能的聚合 斩掉了初见的老虎 这个其实打的稍微点点乱 其实这波死了一个之后 你就直接可以走了 这波上去不可能的 你就是杀你也是换 你自己肯定跑不了 黄超没看懂 治疗大乔 但我们也分析了我们的看法 就是能理解 就是我只能 因为他选出来了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他为什么要带 看这里啊 直接打 这波凌染 他是惩记住八戒 他这个一技能 都没意义 其实都没有意义 对没有意义的 没必要做他 全场是没有打到 巨头金二技能 刚好定到了落地的 陪金虎落地半血 干脆不太伤了 其实当别人压到你野区的时候 就一定不是只有一个人的 对 然后刚才的老虎选择 去强换这个东方太一 也许能换掉 但如果换掉之后 自己也肯定跑不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打野位去单换一个游走 还是有点亏 快手的这一个换线 确实是把火爆换乱了 对 换迷茫了 其实你不用乱 我觉得觉得 而且你压哪都是压 嗯 其实两条边路究竟是谁 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这个周瑜啊 能动起来就还行 我觉得 下路一塔快掉了 再进到红狙 把红狙站住 红buff杀新 想要反的阿泽 已经没有了大招 是的 人都来了 只有马可波罗不在 先动手上去咬一口 冻黄台一很肥 没有自己阵亡 而换掉了一个黑金虎 基础血量不够 闪现 马可都没来啊 4-0开局 太舒服了 马可波罗是无压力发育啊 小九这里 火爆这个赛季 来到了我们KPL 真的是遇到了我们 近三界B组最强状态 这个 你说它是好事是坏事呢 从基本角度上来讲 肯定不好 近三界B组最强的 但是从成长的角度上来讲 是好事 是好事啊 讲到说嘛 跟好七手下七 才增长水平 两个臭其篓子下完了 还是臭其篓子 越下越完蛋 对 马可3-4 菊又金三千二 婉儿三千 蒙田又三千 平均碾压 嗯 这个经济啊 这五位置经济优势 马可波罗进场转 大招动 王太太咬一口 没让猪八戒回家 猪八戒先使得圈才好 能感觉到一点 就是默契度不够 嗯 因为像你看这个八戒的跑位跟电梯放的位置 他其实不是说ok我提前去 呼好靠默契放好的位置我能直接坐的 那小九今天一上来打得很凶啊 他没有不凶的道理 很凶啊 我上来 就是一段时间不见 他还是那个他 嗯 我说你首先是打的是猪八戒对线 然后后面还是乌鸦力发育拿红 对对对 他太舒服了 还是个 关键是还是个逞击猪八戒 闪猪还好一点 他被黏到的走都走不了 他没有反制手段 然后21春的时候嘛 当时小九的马可波罗也是他单赛季使用次数最多的英雄 是的 哦很厉害 我觉得好像胜率过了 他用了用了12次吧 用了12次赢了7次 对 再来再60左右 很夸张啊 他后面说了几吧 哎呦这个情况 就是已经是单方面压制了 这个看不出阿泽他的表现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不掉了 他现在死不掉了 阿泽这一把比赛就是让我 哎 这一下小A绕塔后动手 借着旁边塔伤害 加上自己家的高爆发先咬掉一个把这个带走了 但是一曲这一波二一撕血 可是18没有往前冲 这没有继续往前冲 有一个飞弹元席是炸死了一曲 但是KC每波打架不带马可 这个什么玩法 虽然说这马可发育的也挺舒服 但是其实带着马可会更稳定些 他这波就让18补得很肥了 对 一波经济马上就要跟小九持平了 是的 两个头 因为马可刚才绝对得枪势器 这波小A上去 他就是想要把大翘直接给秒掉 但是紧接着扛塔扛得太深了 小九来的时候团战已经结束了 嗯 刚好是18的一个普攻飘到了一曲的身上 还不是飞弹元席 倒架 究竟位置 在蹲人 蹲谁 蹲到了一团火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暖羊草这个位置是很危险的 哈哈哈哈 为我娘子去咯 林染这把真的是很难受了 往前进太深 由小A的东皇咬他 他不往前进 由小九扫他 这就真的是 开团没闪现 进退两弯 对 长大是马可打场击中是 进能攻退能手 但这把的大乔猪八戒 跟上一场武汉尼斯大普若也拿了大乔猪八戒 主要就是 但前期呢 两边也都差不多 上一场比赛也是狼队在前期拿到的优势 这一场也是苏苏凯也自己拿到的优势 但问题是他的后排输出点不一样 对 他配的是周瑜跟萌亚 别人是什么西家旅元方吧 他的伤害量不一样 就导致了现在的情况 猪八戒在这种阵容里只能干嘛 我们看前面一撒的时候 别急啊要咬了 你看这个东 这没办法 上官网啊抢飞 算大了 这一堵墙太厚了 接着聊 这跟坦然那个猪八戒一样 他是干嘛 他分割战场 他逼马可走位 坦然他没有遇到东皇啊 他也没有遇到菊又金啊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你分割战场 阿泽这个蒙田顶在前面 你的萌亚跟周瑜打不动他 对 你过不去啊 他不像那把的李源芳沈梦西 他爆发够高 关键点就在这儿 对 他们现在突破不了这堵墙 但是猪八戒并扛不住这个东皇 那一局比赛呢 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狼队这边是蓝 周瑜 马可泰乙 对于猪八戒的限制并不大的 但这把一个东皇 一个大就给你限制死了 一个曲右金架 马可波罗就给你秒了 还是坐不上电梯 主要的问题是坐不上电梯 除非 大乔敢把电梯往前放 那样的话 后排有点危险 其实不是完全不可以 我觉得 因为你都带治疗了 而且对面严格异常来讲 在开刺剧里刺客 就一个上官网 后排压力没有太特别大 问题又来了 这个局面 上官网5-1-1 你要不要出魔女 他怎么偷偷摸摸打出个5-1的 听说 你要不要出魔女 一共7个头 上官网5个 哎呀 这就没得选 魔女一定出 你出肯定是要出的 剑星想的是我不出了 辉月 还能加伤害 他可以 这激华阿泽吗 这个太拼了 上官网上天 两个残血 蒙田 继续往前顶 把人全部赶走 上路有条龙在这里 可以转破上路二塔 中路二塔 又被马给点掉了 行啊 这个经济 萌亚出的是守护者之凯 而碎星锤无尽 周瑜这里就是面具加辉月 这个装备玩 粘一下他就死了 萌亚你辉月的CD比较长 而且 哇 这魔抗来不及做 萌亚还得补输出 他不能做魔抗 他这把比赛做魔抗 就更没伤害了 他做魔抗 就是一曲的存在 变相导致了阿泽的无敌 对 但是这个经济 像这个装备 玩现在的这套装备 帽子一出 碰一下你就没了 这波是火爆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没有能够开到 这波要是能够开到小A 他们甚至 有机会把视野压出去 把线压出去 但很可惜没有开到 其实逞机猪八戒这个东西 他能不能用 他能用 他厉害吗 他挺厉害 但是对于不是比赛经验特别丰富的选手来讲 有时候把握不住 这个不是说选手不行 这个东西要经验 一般来讲还是闪现猪会更粗暴一点 其实你遇到这种阵容啊 你没有办法 你遇到这种阵容 你只能去盯着对面的东黄打 其实这个东黄应该搬了 说实话 他二人搬了也没去搬他搬 远距离 尝试眼 看着风铃上去 直接咬咬到了周瑜 周瑜直接倒了 蒙田再过来顶一下 但是北京虎跳走的 刚刚把这些猜脸上天飞上去 但是被分担掉了 无所谓 没有拉过来 打到回京虎 猪八戒回头抓个大招 但有电梯给他准备好了 下路的高地可以破掉 中路还有一条龙 往外冲 猪八戒过去拉回来一个蒙田 蒙田站在了电梯里 赶紧一个位移撤出了高地墙外 再回头蓄力猛击顶住 但中路的高地龙 已经没有血了 完全打不动 这个阿德现在对于火爆来讲 无疑遇到天前 马可还回野区 拿了一个红muff 接下来还有这波龙 能够继续压制 还有条暴君呢 对 他们这个镜头里面 这三个人都有恢复 是的 都有恢复能力 他们的大招情况 现在手里有大 东皇也有大 他们可以再压一座高尝试 东皇没有闪的话 没办法处理这个周瑜 得把人先让你飞才行 阿泽又大了 这波要上的话 其实能上 但不上拿暴君也是可以的 小艾残了 没有洞口 被十八给扫死了 这波是有点犹豫 这种情况没办法 因为后面有条暴君刷了 如果要上的话 就是尽快趁着对面 人没完全齐的时候 先上一波 对 要么就直接走 看这波 藏视野躲龙坑后方 开了一个分狼文章出来 一口闪现咬 咬到渐心 对 然后这波可惜了 以取他没有抱着必死的绝境进去换 他如果抱着必死的进去换的话 他能够换掉一个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两高起步 嗯 这个龙你看现在不太好拿 还行 本来其实刚才KSG是白拿的龙 嗯对 但现在也不亏吧只能说 现在也能拿 现在火爆不敢出来 还是荆棘在这摆着 对 一个3万5 一个4万4 其实刚才那波不打也挺好 我觉得KSG其实最稳的打法 还是要等闪现的 他们这个劲儿 像蒙田的闪 东黄的闪 玩的闪是都挺重要的 没有闪 他们不想浪费那条龙 对对对 就上路 上路和中路 刚刚两条龙过去了 所以我说没打进去 没直接上挺好的 对对对 直接上没闪 其实不一定打得过 是 因为光周瑜的这个火扑在这里 你东黄就不太要咬 闪是全好的 而且不要小看18现在的伤害 对 三剑输出装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萌亚这个英雄 可是不用做破晓的 跟鲁班信号一样 小九破晓 现在火爆应该算得出来 闪现都好 他们得防备一下 我觉得苏州K 自己不会浪费到这条暴君的 总归要打一波的 这条暴君也有可能 就告诉你 我身上有个暴君buff 你就不会出来跟我抢下一条主宰 是可能的 但是以他们前面的打法 我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萌亚加上周瑜啊 老阵容了 很能守的 最好是拉出来打 嗯 就是像下路那波一样 拉到一二塔中间 对给阿泽一个侧边进去的口子 对 你们顶着高地打 就等于是五打六了 高地主要是因为有周瑜的火 嗯 进不去 如果拉持着打 你会发现火爆 中路的输出点 是比较难打出去的 没错 就少了一个伤害 看这个位置 想过去 但电梯准备好了 我们看周瑜的装备 这是要把拉扯做到极致 那 我们这个版本 目前看到的周瑜 好像都是纯输出 是的 他不敢出高地的门 出不去 凌远出了个不死鸟 顶续航 上中慢慢转 不硬上 很稳 上路两条龙 打头阵的是超级龙 要硬上吗 再来一次 闪 重演一波 咬在了这个电梯的外面 把铃染给带走了 唯一的前排倒下 是的 换掉阿泽再顶进去 一枪上关 玩儿踩脸 把十八直接给秒掉 再来 北京虎赶紧跳进了泉水里 但只剩下野辅两个人了 守不了 摇一波了 中路的高地也被破掉 马可波罗直接转大 都被大家给打断 但是没有办法 蒙田跟上一枪 捅掉一人 把兵线运进去 就可以破掉水晶 蒙田还有一个复活在这里 让我们恭喜苏州KSG 恭喜 其实马可点老虎还 点那个奥虎还没有特别疼 玩儿过来跟了个一二人消失了 人没了 对 太痛 这把就是前期的节奏压着火爆 在中期打不出任何的节奏了 而我们在暂停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还说了一个大桥四级的那个节奏 可能会出现的节奏 但是没想到小A那么的果断 抓住了上路凌染猪八戒的那个小失误 是的 先行动手 把猪八戒给带走 大桥的第一个大招只能丢在中路了 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 其实KSG比较聪明的就是 对你一支新队伍 我给了你个大桥 你不拿不行 对 但是拿吧 看得出来新队伍打大桥有点吃力 嗯 好了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戏 嗯 恭喜苏州KSG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就着刚刚解说戏的话题来聊 他们觉得说火爆 作为一支新队伍马上KPO 第一局拿出一个大桥体系有点吃力 对 这场火爆实际上跟刚才狼队打E-Star E-Star第一局那种情况很像 嗯 就我拿了一个橘有金 我拿了一个猪八戒加上老虎 包括周瑜 我是想进行马可野区的 黑格大桥进行野区的 但是没进城 是的 就是通过也是换线的一个规避 然后把这个猪八戒拴死在线上了 然后没有进城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这一把所有KSG 他们的中期节奏 配合蒙田是快很多的 对 KSG它就是这兵线一换 就火爆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的节奏该怎么开了 嗯 还有就是我赛中所点到的就是治疗大桥 你治疗大桥的话 首先就要涉及到他们的一波一级入侵 一级入侵你如果在有一个治疗的情况下 确实可以整体变得很强 但是你这一级被人家 就是通过换线规避掉了 规避掉了之后 你一个治疗 120秒的一个冷却 那还不如带一个弱化 因为说说KSG它这套一看 就是一个配合东皇全兔脸的一个阵容 是的 而且中间我们也看到 你大桥根本就 没办法通过这个治疗把自己的队友给拿起来 包括这把小A的话 会实际上在中后期的一个中阶比赛能力 做到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最后比赛结束了之后 给到选手镜头 小A也紧张 他真的是长输了一口气 因为我们知道 毕竟第一次 第一次从正式比赛在这个KPL打幅中 是的 这是他从中路转到游走位置的首秀了 相当于 然后我们又知道 苏州KC对游走位是很看重的 之前也让暴风雨他们都去尝试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们打了一个定性玩吧 本局的NVP也是给到了苏州KC的一曲上官网 而这一局他也是拿到了八个人头 对 一曲实际上是苏州KC 就是真的一直在转会引进人 但是一曲是一直留在他们阵中的 因为这名选手真的是天赋非常高的一名 很强 对 中单操作能力非常强的一名选手 上限很高 这是他们第一波的一个节奏 东方一个减速往上直接飞 一口治疗 奶了也没有 他就加15%的血量 对 然后就直接就是上路最后一波 藏在后面 然后一波闪现 闪现加奔 然后复刻下路的那一波的一个操作 这里就是蒙田直接顶在这中 但我们可以从这局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三天评论说的 就是我观察过 这个火爆这个手法 就是凌染加上健新他们这个组合 他们是非常吃这两个人的节奏 这两个人一旦没有节奏 就这个队伍就停滞住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换线 把这俩人全拴在线上了 所以说整个火爆 他们就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局面 对 然后就只能等着苏州KSG自己失误 然后去防守反击 而今天其实两支队伍在转回期 都有些动作嘛 但你看到说苏州KSG这边 他们整体的配合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是 我觉得相对来讲 就像刚才解说期所说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他们这场不是一个大乔任务 可能不至于打成这样 就是因为你这个 因为大乔太吃队伍的经验了 对 你太吃队伍经验了 而且这套阵容是一个常规大乔体系 又非常吃饮的配合 火爆我们刚才在三天评论期讲了 你是一个重组的阵容 哪怕有三个人在阵中 但是你的辅助和你的打野都是现磨合的 所以说确实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大乔反而把他们的手脚拴住了 他们就想了一种可能性 就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一个开局的布局 那种入侵打成功了 然后雪球滚起来了 那他们可能会 但是一下子苏罗KSG这个换线就给他们整不会了 你不是EPS吧 对他们并不能在场上很及时的做出调整 然后采取相应的策略 去针对到苏罗KSG的这种换线 是 而在BP这段出来之后就那么短短的时间 教练组也不可能帮你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好 更多的还是你五名选手一起在场上 共同的一个决定和临场反应 对 所以说还是要看他们后续 我觉得这个大乔用掉就用掉了 我个人觉得他们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场的势力就是灰心沮丧 我觉得反而是把他们这个束缚是 你后面就不用去考虑大乔这个东西了 对吧 你也不用说放出来头疼不头疼 后面就打好自己的 把常规阵容打好 我认为这个火爆 它是要靠常规阵容取胜的 还是得把自己基础的东西打出来 对 正好这第一局用的英雄也不是很多 就用掉了一个大乔 然后但是反观 输入KSG就是整体的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一个磨合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套阵容里面 然后阿泽融入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整体的框架 KSG是一直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动的 而且我觉得从这一局上 火爆的一个表现上看来的话 我觉得就像亨江刚刚说到的那样 因为这个毕竟属于一个妙手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一上来 就能够把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东西 这么有经验的一套体系 就能迅速地在场上建立一个不错的优势 还能获得胜利 这对于这新队伍来讲太难了 对 而对于火爆来讲 确实把自己的基础基础的东西 就是你最擅长的一些体系 常规的一些体系打出来 吃分才是你更加擅长的 对对于他们来讲 上我觉得火爆取胜 就是你拿常规阵容 你给林染和健新这两个点 拿起节奏的英雄 让这两个老选手去把握节奏 我觉得他们在常规阵容上 是可以与之一战的 所以要期待一下 他们后续的一个阵容选择了 B站王者荣耀栏目 国服垂直夜 九成与托密本命英雄solo 胜方全军出击面板亲笔题词 外方拍摄麻辣整活广告 尽在B站at上汽大众光号 更有签名奖品等你来拿咯 喝东鹏特影 加个能量buff 开出全场 无日能挡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影 那苏州KSC今天的这个状态 两位其实在刚刚的下面 也是比较看好的 他们棋只是今天的比赛 我们对他B组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赛程 我都是很好 对 前面我说过了 苏州KSC将会成为 第一支从B组出来的队伍 哦 黄超就直接放话了 但是我觉得苏州KSC 它优势了我一点都不在意 但是苏州KSC 从上赛季暴露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他首发全变了 但是他输一盘 他心态崩得很快 这个可能我们要看看 他打一封局的一个表现了 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双方第二局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稍休息